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同大家介绍一款SRT字幕翻译工具 我把它取名叫做SRT翻译军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一键翻译字幕 它目前已经上架苹果的软件商店 我准备了20个对话码供大家测试使用 回复关键词在视频尾部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打开App Store 然后搜索SRT翻译军 这个紫色图标的应用就是我们要下的 点击进行购买下载 接着打开这个应用 调整一下窗口大小和位置 整个界面是双段式设计 最左侧是以导入的文件列表 选中一个文件 在中间看到SRT的全部内容 最右侧是选中那一行的内容 用户在这里可以修改翻译后的内容 现在我选择翻译成英文 也可以选择显示样式为双语字幕 这就是翻译后的双语字幕效果 点右上角的翻译 进行强制翻译 这里有一句好像翻译错了 Mac拼错了 我把它修改一下 删除这个K 然后点保存 这里也变过来了 翻译成日语 看看效果 轻轻一点 这样一篇中日双语的字幕就翻译好了 如果你只需要显示日文 那么把显示模式改为目标语言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导出SRT文件的效果如何 我们先导出一份英文的SRT字幕看看 把文件的中间名改一下 然后打开下载目标 看看文件是什么样的 打开看到刚才修改过的地方也是正确导出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中英双语字幕的效果 在显示样式里把它修改为双语字幕就可以了 然后点导出 再修改一下中间的文件名 再切换回去打开看一下 双语字幕顺利制作完成 最后看一下设置 打开批号设置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更多的翻译语言 注意的是首次打开时你需要自己去申请APPID 点击去申请百度翻译账户就会到达该页面 如果需要帮助可以点左边的问号按钮 你可以参考这个帮助文档进行百度翻译账号的注册 注册账号是免费的 不需要进行任何付费 注册账号完成后 记得开通通用翻译的功能 在管理控制台开发者信息中 获取相应的APPID和密约信息 复制下来 然后把它们填入APP中 点击保存并测试 通过后会显示成功的信息 另外我也准备了20个兑换码供大家测试使用 关注公众号回复FY获取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